再来又看到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9个月来 首位局处首长被拔官 根据了解下周开始呢 官传局长陈淑慧将转任参事 局长一职则将由北市府副秘书长王秋冬来接任 陈淑慧有台湾热气球之母称号 更曾经担任交通部观光局的副局长 但是上任以来不只台北登节 遭到质疑说宣传不佳 大道成烟火节也导致了周边塞车惹议 虽然遭到降等 但陈淑慧表示大家都是同一个团队 心情没有受到影响 开心帮北市最具代表性的吉祥物雄赞过生日 北市官传局长陈淑慧努力拼城市观光 没想到上任9个月如今却被拔官 原先小事府看重他台湾热气球之母称号 期盼让台北市的族群特色成为行销亮点 但台北登节除了被质疑宣传不佳 甚至传出动员公务员斗场 接着大道成烟火鞋改成带状式活动 却造成周边下班时间平塞车惹民怨 传出局长许多决策 也造成局内同仁不满陆续走人 下周起陈淑慧就将降等转任参事 也是讲完上任来首位异动的局处首长 不会啊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分工啊 大概一个极端一端 对 分工合作啊 你们认为说我那个好像降级 等于是回任公务员的概念而已啊 陈淑慧心情平静 而官船局长一职接下来 则将由副秘书长王秋冬接任 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工作 没有权利的问题 王秋冬过去奏则因发言人罗旺哲 快闪辞职出面就火 而由于副秘书长督导的局处业务 就包含了观光 师傅也期待借重他的内外沟通协调能力 加强行销 很好啊 因为 王副秘就是督导我们的啊 所以业务都 我们其实沟通非常顺畅 蒋万安上任不满一年首位局处首长换人 期盼新人士也能为团队带来新起向 记者欢迎刘春辉特报道